因果世界佛教会发起人 卡玛雍殿居士 于大约1991年 因机缘读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而了解到经典里 佛陀所开示各种因果业力果报 地狱授业情况 使他非常惊讶 因为现实的社会里 几乎每个人都犯下了 在《地藏菩萨经》里所提到各种造业 使到无量众生 在有义无义种下 堕入三恶苦暴种子 甚至下至无间地狱的因 卡玛雍殿居士当时想 如能将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 所提及各种因果地狱夜报广泛的流通 能教育唤醒迷失的众生 身心因果行善去恶 以免堕落三恶道苦果 最初《构想计划》建设一座庞大的建筑物 里面设有现代社会人士造业情况 及善恶因果地狱受报 以用机械电动 灯光 音响 来设计这地狱的情况 另设有善道人天受报的情况 使人在游览参观这因果世界的善恶果报 就如上了一课 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可行计划报告书里 发现此庞大的建筑物需要很多人力 财力 保养 管理 及当地政府建设批准的问题 出现艰难和不容易达到圆满成功 曾蒙本会总顾问 徒故邱家仁波切 慈悲不间断以慈悲鼓励 为了利益往后无量的众生 必须将地藏菩萨本愿经 因果教育事业加以落实 随时代及社会人心的演变 现今的社会 很多青少年众生 已经沉迷追求各种先进新科技的玩意 使众生都迷失了方向 因果道德观念低落 难以叫化 能真正抽出时间去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很稀有的事 故勇敢更改设计计划 采用新科技方法来弘扬佛法 由于众生福德因缘成熟 因果世界佛教会真正成立于2001年 朝向高科技的教育方式 精选佛陀开示因果教材 以设计各种先进的科技方法 来弘扬佛法教育众生 因果理论依地藏菩萨本愿经 及佛陀因果教育为主题 因果世界佛教会主要的宗旨有 1.弘扬及推动本师释迦摩尼佛 所开示的8万4千个法门 特别是佛在很多经典里都有提到 因果业力果报的教育 2.朝向新时代及高科技弘扬佛法 把佛陀因果教育拍成戏剧 卡通片 电子游戏光碟及网际网络 并广泛深入民间 使一些还没有正信的人接触佛法 3.三成佛教教育为基础 以融合南传 北传及金刚城的骨髓 教育不同根基的众生 因果世界佛教会未来的计划如下 制作佛教卡通片《地藏菩萨本愿经》 制作佛教电影《父母恩仲南报经》 《余兰鹏真意》 以及《徒顾邱家仁波切红法影音光碟》 敬请十方大德 护持赞助 共相善举